好,向到下一頁 那在這篇文章當中我們第一個問題的事情是說 為什麼這篇文章會值得被介紹呢? 因為其實在這幾年來的時候 國外其實一直不斷地發生各式各樣的一些企業醜聞 不只是台灣 那例如像哪些公司呢? 剛提到過的 Wells Fargo 或者是這邊有一個叫做 Austin這家公司 還有這些不同的公司來講 還有西門子以及 Volkswagen 這些公司共同出現的一個狀況是來自於說 他們或多或少的出現了一些不大一樣的一個企業的醜聞 那這些醜聞當中像剛才有人報告說 Wolf Fargo的一個幽靈帳戶的問題 Wolf Fargo可能有之前的一個排廢系的問題 那西門子來講也有造假之類的問題 那新的問題出來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問題發生呢? 難道這些公司他們都覺得說 他們從來沒有注意到自己公司會有像這樣子的現象 或者是如何去找些方法來克服他們嗎? 答案是不是的 這些公司他們很早以前就覺得說 我們就宣誓了 我們要成為一個有倫理有道德的一家公司 我們要進行良好的一個企業責任這樣子的東西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說 他們覺得他們自己覺得 我不是打打嘴炮而已 我不是只是說廢話而已 然後呢我是認真的要做 結果做出來之後呢 他們做了哪些事情呢? 好第一個 過去傳統上面來講 大家就說 既然要避免大家會有一些 違法亂七的事情的話 那很簡單 我們來定義出來一些 類似像是 Code of ethics 或者一些 compliance program 這些的東西 來幫助大家知道 你的尺度在哪邊 以及再來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要嚴格的執行 做到一件事情是說 你只要犯規 我就是要罰 避免掉我們犯到了一種 叫做ingroup 這樣子的一種 favor的一些現象 他們都做了 但是 到了最後還是失敗 所以這篇文章當中 他最想去處理的事情 是來自於說 那為什麼 這些我們常用的手段都做了 還是會出現企業醜聞 那麼以其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話 我該怎麼樣克服企業醜聞的發生 跳到下一頁 好 那麼 在這裡面來講的時候 他們現在拿出 World Spargo的例子來講一下 他認為說 World Spargo當中 他們出現的問題 會出現這樣子一個 我們所謂的一個 幽靈帳戶之類的問題來講 基本上是來自於說 以下的一些因素 例如像是 本身企業文化的一個問題 還有來自於說是 他們在組織結構當中的一個 分權化之類這樣子的現象 以及還有第三個 他們的一個領導上面出了問題 那 講到這個東西 必須要先講一下 為什麼值得討論 World Spargo這個案例呢 好 World Spargo這家公司 是一個銀行 是一個銀行 那 這個銀行在目前世界排名第幾 你們猜猜看 各位在座應該有人為了想進金控產業嘛 那世界最大的銀行是哪一家 就目前的資產值來看的話 蛤 什麼 人民銀行 中國人民銀行 中國人民銀行 中國是強國沒錯 但再強呢 他的銀行還是沒有像其他國家強到那麼大 因為畢竟充的時間比較短 還有哪一間你們覺得 摩根 摩根喔 做投資銀行的怎麼可能 資產做到哪裡去 摩根大概在前十名左右 但沒有那麼大 第一名是HSBC 香港 英國人在香港社總部的HSBC公司 最早是在香港開始的 匯豐銀行 就香港匯豐 這間是全球最大的 第二名現在應該是City Traveller Group 第三名就是這一家了 用資產值來看的話 所以當一家 這家為什麼會鬧那麼大 部分原因 並不是因為銀行出醜聞 銀行出醜聞就是恰恰好 不出才奇怪 但有趣的地方事情是說 為什麼連第三大的銀行都會爆出這種大醜聞 這也是當時被受到重視的原因之一 這家銀行已經成立了大概有 這家銀行最早是 最早是在19世紀末時就成立的地方公司 在後來合併起來之後 組成現在的Wheels Fargo這家公司 主要是在美國的西岸這邊 興起的一家公司 好 請到下一頁 好 在剛才碰到的狀況來講 為什麼會有像剛剛那類的問題呢 第一個是來自於說 在組織文化裡面來講 可能會有一些 不大好的一些組織文化 那例如像什麼呢 Wheels Fargo當時碰到的狀況是來自於說 大家都覺得說 我們是一家 是一家非常有競爭力的公司 所以我們必須要想辦法 讓我們的營收員不斷擴張 我們也照著一般管理的指示 設下很多KPI的指標 並且我們嚴格的執行一件事情是說 你做得好就可以升遷 做不好就把你Fight了 當他訂出這樣子一個指標下來完之後 很遺憾的事情是說 看起來意思是對的 例如像我要做Close Setting 但是做起來之後 因為如果我沒有達成的話 我的後果很嚴重 逐漸的造成了大家變成說是 我們就嚴格就開始想辦法做一些手段 來讓我們做到達標這樣子的動作 進而造成了像這樣子的問題 再來 在Leadership的這個部分來講 也是有相當大的一個問題的 就是例如像Woods Fargo裡面的領導者 之前本來曾經犯過一些錯誤 但發生錯誤之後 也沒有受到什麼樣的懲罰 並且繼續可以在這個地方 所以也因此 像這樣子的行程之下的時候 都會造成大家覺得說 到底做錯事情 到底是不是 多多事情是不是被許可的 這樣子的問題發生 請跳到下一頁 那 常衝到的一個狀況是 來自於說是 在這些組織裡面 會不斷地出現一些 企業裡面出現的一些問題 但是 當出現完這些問題之後 引導者們通常會發生的現象 在於說是 來 第一個 這個事情出來 例如像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我今天看到有人在 我今天 收各位作業的時候 發現有人作業是用抄的 請問一下 我發現有人作業是用抄的時候 我該怎麼辦 當掉 喔 好 誰說當掉的 我 那可能是你 知不知道 不可能 這麼有自信 真的當掉嗎 真的 真的當掉嗎 真的當掉喔 好 這裡面在寫的事情是說 第一個 正常的反應來講 事情是說 偶爾會有人抄 不會大家都在抄 所以這個人該怎麼辦 當掉就好 幹掉了也不見為盡 其實說會幹這些事情的人 是所謂的一個 小部分的壞分子 碰到壞分子 我們要怎麼辦 再教育 一除掉再教育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說 問題出在人的身上 但是 真的是出現在人的身上嗎 很多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論文看了多少 有時候 當你輸入到 例如像我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今天你要寫的東西 是競爭策略的時候 可能很多的人就會寫一段話 競爭策略來講 我們就要講說 Porter曾經定義過 所謂的一個 定義過三大 三大基本策略 分別是什麼 什麼什麼 上面就會著名一個東西 叫做Porter1980 然後呢 你認真的把這一段話 輸入到網站裡面去之後 你將會發現 這段話 很多很多人都寫過 所以 就像這樣子 這樣大家就會覺得說 反正 所謂的文獻探討 就是把別人的東西抄過來之後 這樣就沒事了 不要管別人到底寫的對不對 反正別人寫過完之後就對了 你也不會去巴的 所以我就去查原始的文獻 但是 如果你認真看過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我曾經做過這樣子的測試 曾經有一次 我要引用一篇文獻的時候 我先看到別人引 我就引了那個文獻 再看原始的意義 結果呢 我發現說 樓腳蓋到第二層之後 就逐漸歪掉了 蓋到後來的時候呢 到最新的一本 跟原先寫的那個樣子 是完全相反的意思 就算他們可以引用到同樣的一個人 好 當我發生像這樣現象的時候 我應該說 是這個學生 他刻意的 他根本就沒有看 隨便曲解別人的意思 亂寫嗎 答案可能不是像這樣子 他可能是很認真的 認為說 有人寫過之後就是對的 所以 真的問題可能是來自於說 他不知道在這樣轉載之後 會有很多的一些 不斷的 被 換句話說 換到後來之後 遲早 樓會開歪這樣子的現象 所以他不知道該做一件事情 叫做 確認原始文獻 這樣子的動作 所以真正的 該解決的方法 應該是 我要找出問題的源頭 而不是指說 這件事情是一個 很少發生的事情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少部分的人做出來的事情 也因此 我完全無法 預防它 事實上 我們是可以預防它的 但是問題事情 是來自於說是 你願不願意 停下來 認真去找一下說 問題在哪邊 第二個 是來自於說 是在很多問題發生的時候 事實上是來自於說 我們太過於強調 我們要打敗競爭對手這件事情 為了打敗競爭對手 這個事情當中 我們把這個東西 放得目標很高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會讓我們 基於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動機 一個動機 到了最後變成說是一種 過度的追求這個目標 而變成不擇手段 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所以例如像 魏晨就有舉過例子說 以前我大同學的時候 我想各位都知道說 對學生來講 作弊是一件 不算太稀奇的事情 當時我覺得最好笑的一件事情是說 我看到我們班有幾個功課很好的 都是五六名的人 他們每逢考試一定作弊 然後呢 我就覺得很好玩說 為什麼他們會作弊 後來我發現這件事情是說 因為他們很想當第一名第二名 所以呢 他們就覺得 照用作弊的方式 來讓自己成為第一名第二名 因為他們覺得 未來申請學校的時候 明示前面一點 可能會有幫助 的這個傳說 他們相信了這個傳說 那最好笑的事情是說 怎麼做 他還是一樣 第五第六名 有點做不贏前面的人 就被我恥笑 那像這種情形之下 他們知不知道 作弊可能是錯的 他知道 可是為了去搶到 這個第一名 這個光環 然後想辦法在未來的升學路上 當中去搶到說 他認為會有優勢的這個東西 所以他使他做了這個東西 所以在OutRival這樣子的心態當中 如果很強的時候 就常常會有像這樣子的現象 而對於領導者來講 如果他把所謂的獲利的部分 或者競爭表現的部分 放在所有事情之上的時候 當有這些問題發生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正常出現的副產體 我只是不小心遭遇到了 像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我要過來幫別人擦屁股 但是他卻沒有發現說 當自己過度強調 只強調勝利 不擇手段這樣東西的時候 很可能會造成這種事情 不斷的發生 有更快的一些後遺症 再來呢 第三種常見的現象 是來自於說是 The Tolerance of In-Group 什麼叫In-Group呢 就是自己人的意思 那自己人的意思來講 其實這種東西 我們這樣子來講好了 他常發生的現象 第一是叫做 口試的 學生口試就是很正常的一種現象 那你們有沒有人聽過 你們學長姐的口試 有沒有人聽過的 好 在口試裡面 我們最常看到的狀況是 你們覺得口試的時候 知道老師在幹嘛 你在知道老師應該做什麼事情 護航 蛤? 護航 為什麼要護航你 因為你很可愛 不然就變成他也沒有再認真指導 你知道很多時候 老師是很認真在指導 但你說學生很討厭的事情是 死鴨子嘴硬始終不認錯 到最後知道老師剩下的一條路就是說 好吧 你覺得你是對的 我們就揍你口試好了 讓你知道 讓別人告訴你是錯的 那這樣怎麼辦 好 好 所以你們覺得老師應該護航嗎 先看學生吧 然後 那個學生是不是 好 呃 常出現的現象是 有一些 所謂的大刀型的口試委員 他們在口試別人的學生的時候 總是會巨細迷移的把所有問題都點出來 然後呢 一旦口試到自己的學生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那個老師 突然變成何而可親 都會告訴人家說 會犯這種錯誤 叫做每個人都會犯的錯誤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是因為這個老師轉性了嗎 或者這個學生做得比較好嗎 做得比較好嗎 其實不是這樣子 只是因為 這是他指導學生 他會覺得說 會有一些義務要保護他 或者是說 很多時候在某些 老師在口試的過程當中 最好玩的地方是 老師把學生都請出去 只是在整個老師在裡面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是最好玩的現象 我們常常碰到的現象是 來自於說 例如像我曾經碰過 我常碰到的現象是 來自於說 那個 指導老師有沒有 口試的時候 把自己學生罵個半死 然後呢 口試完畢之後呢 門關起來 那個老師的第一句話 說的事情是說 這個學生 其實他很認真 他做得很努力 他也盡他全力了 他要先講這句話 當這個指導老師講這句話的時候 假設你是下口試人的話 你覺得你該怎麼做 蛤 當然就好得給高分 對不對 所以很多時候 其實這種inggroup的現象 是常發生的 我們要允許自己人 犯一些錯誤 但我會盡量的避免 或者去挑剔別人的一些 別人 而不是主義自己人的錯誤 那麼 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這種現象 也很容易發生在企業裡面 那也因此造成了很多一些企業的一些醜聞的發生 請跳到下一頁 好 那麼 如果說是 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說 假設我們做個領導者的話 我該用什麼樣的方式來 幫助我的組織去降低我們公司當中的一些醜聞發生的機率 去建立起一個 用這文章來講 所謂的一個 scandal proof的一個 leadership 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他說這裡面來講 最重要有兩個大原則 第二個事情是說 我必須要在組織裡面設定好 我們組織裡面的一些基本的一個社會的規範 好 什麼叫做社會的規範呢 我想要看什麼這樣子的例子 如果我今天點到任何的一個人 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例如像我今天隨便點到 好 示威的話 然後示威不在 他就好不在 這個時候你們會跟我講什麼 會說示威呢 那你們會怎麼跟我講 擋掉不在 你們會說把他當掉 還是說他今天身體不舒服 所以你們班這上面是還沒有形容 還沒有形成嚴肅的複航文化是不是 所以你們班是陷害的文化 OK 所以你們班是陷害的文化 Anyway 如果都陷害的話 也是一種所謂的一個social norm 也就是說我們要想辦法 在組織裡面去建立起來 所以說 某些東西是不能做的 像這樣的一個尺度 必須要把它建構在這個裡面 那第二個就是來自於說 我們要想辦法去降低掉 所謂的一個員工犯錯的問題 請跳到下一頁 好 那麼 在這前行之下的時候 首先我們第一個事情是說 我們必須要能夠讓別人知道說 這個所謂的一個當組織裡面 犯了某些錯誤的時候 它有可能會傷害到大家 那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前一陣子在PTT上面 出了一個這樣子的文章 有一個人呢 他說 因為他在找Uber的案例 結果不小心 在國土裡面找到了兩本論文 第一本論文 是來自於中山大學的碩士論文 上面寫的是Uber什麼什麼東西 總共頁數98頁 然後呢 第二本論文 是2016年南台科技大學的論文 它也是叫Uber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呢 跟第二本中山大學的論文 名字只差 那個名字 標題只差一個字 然後呢 在所謂的摘要的部分來講 兩本論文的字完全一樣 關鍵字完全一樣 頁數差兩頁 那這種事情 如果在PTT上面被登出來的話 接下來會 人家會怎麼講 中山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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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可是 對阿 這邊有沒有南台畢業的 你以為反正我本來就酸怪了 沒關係 好 你告訴我 南台學電是不是 可是 南台2016年就復來了耶 中山是2018年的耶 一定有人這樣酸 那你要怎麼辦 你算中山不意外 是不是 好 那再來呢 學電站起來 蛤 學電站起來 學電站起來 什麼意思 學電站學電 作為你們拿中山學位的人來講 你看到這個東西你的反應是什麼? 你會覺得丟臉嗎? 超人被發現 中山是超人家的嗎? 當然啦 2018 年我們竟然是比人家晚出啊 這個是怎麼不能 特立特立的東西 他還沒看好一點大學抄還超難看的 你有沒有看過博士論文跟碩士論文寫的一樣 我有看過 這是其他外話這是八卦 所以這上面來講的時候 事實上很多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人犯了一些錯誤的時候 他有可能會影響到我們大家的一個名聲 可是我們自己在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可能不會有像這樣子的知覺 或許我覺得我是因為 為了生存所以我做了某些的東西 但另一方面來講的時候 當你做了某些錯誤的時候 也許會讓你和你所受的組織同步受到傷害 這種訊息是必須要清楚的傳達出來的 再來呢 第二種形式來繼續說是 像我們剛剛提到過的時候 很多人會保護自己人對不對 因為像 就是話講難聽一點 別人的學生如果操得很嚴重的時候 以前的時候我記得我們有 我們以前的論文分數說 70分 70分及格 70分以下就把它當掉 然後我以前真的有過給別人69分 為什麼給別人69分 是因為 我想吧 是因為那個人他整本論文當中 85分是用超的 那你們是不會過那個系統嗎 當時還沒有系統 是我自己一個字一個字 把它統計出來的 統計完畢之後 統計完畢之後 再來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再來發生的事情是說 因為這位學生他是外籍學生 越南來的 然後呢 這是他在中山的最後一年了 而且當時口試的時候是7月15號 他7月30號的時候就必須要畢業了 不然就不能拿學位 所以他的指導老師就說 不行 我們不可以在我的手上 有任何的學生這樣子不過 這樣學生很可憐的 所以到了最後 我們寫好就是說 好 那我 不然這樣子好不好 我給69分 另一個人給71分 你給70分 這樣我們讓他正好70分過 不然的話我會覺得 用超的實在大問題 並且你要確保 他一定有把該超的方法 全部都改掉 因為我都列給了那個老師 那當然到最後他有沒有改 我可以講實話我也不知道 但最起碼有做出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做了一個exemption 對不對 好 如果我做這樣exemption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說 當有這樣例外的時候 欸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做 你不能這樣做 那麼以後就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就作者的立場來講 他會覺得說 當你要去處罰犯規的人的時候 請你千萬不要用例外的方式來處理他 第三個是來自於說 你必須要把 當你在說聲簽之類的 聲簽跟僱用的時候 你必須要了解一下這個人的誠懇程度 那以我們學校入學來看的時候 好 我其實我蠻不大喜歡那種 蛇燦蓮花的人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感覺 就是有一些人真的是口才真的很好 但口才好的人分兩種 有些人是不管 他雖然講起來你覺得很厲害 他很溜 但是你總覺得說 這個人一定在撒謊 但某些人來講 他可能 講話可能講得口齒不清 但你覺得說這個人很誠懇 那碰到像這樣子之下 以我的立場來講 我會比較偏好的事情是 選擇誠懇的人 而不要選擇疾散蓮花的人 那以作者來講的時候 他的論點是 來自於說是 當你在做僱用跟聲簽的時候 你不要只考慮這個人 到底的能力跟學歷是什麼樣子 你要稍微評估一下說 這個人看起來 他是不是足夠正直的 像這樣子的東西 他還覺得這些正直的程度 是你在僱用的時候 就在考慮進去的 再來呢 是你在做決策的 在你在進行決策的過程當中 你應該要採用某些的方式 去避免掉這些 所謂的一個 Illegal 或者 Unexical 所以在剛剛作者裡面來講的時候 他會建議說 盡量採取一些 一些可能團體決策 之類的部分 來避免掉某一個人 他因為自己的一些想法當中 並沒有顧慮到其他的一些 可能有一些有為倫理 在這間議題當中 而做出了一些不當的行為 然後最後一個東西 是來自於說 通常來講 可以去避免掉一些 所謂的scandal 這樣子的公司來講 他會盡量去做到說 盡量做到一些 所謂 transparency 這樣子的動作 特別是當他的公司 在一些 會有一些 這種叫做 corruption 文化的一些公司裡面 那麼在這些國家來講 他盡量要避免掉 像這樣子的一些動作 那 這樣的東西來講的時候 他認為說 也許短期內 會讓你的公司有些損害 但長期來看的時候 這些東西會payoff回來的 這是作者的立場 請跳到下一頁 好 再來的事情是說 在建立起這個組織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讓所有的員工知道說 第一個 當你今天去做一些 比較非法的事情的時候 他最終不會讓你的公司獲利的 再度回到我剛剛的例子來看 例如像我們今天如果到了某一些 所謂的一個 發展中國家 我舉個例子來講 例如像巴西之類的地方 或許 你今天有一個貪污 是要送一些錢 過到越南來講 可能是一個 恰恰好的事情 那要或者說 我舉個另外一個例子 我不知道有沒有講過 台灣有很多的藥廠 你們知不知道 那藥廠 他們的客戶不是 這些醫師之類的嗎 那很多的藥 還有上市的時候 之前可能還經過一些測試之類的 那所以呢 為了讓這些醫師跟藥廠之間 經歷起良好的關係 很多的醫師不是要申請研究計畫 在醫學中心裡面 那申請完計畫之後 好 那也要找一些助理 來做某些的事情 所以某些藥廠來講 他們現在 在醫院裡面 流行的做法是 這些藥商過去想辦法 找人來幫醫生 做實驗 做統計 甚至找人幫他做收案 這樣子的動作 然後呢 有一家叫做 有一家來自於法國的藥廠 然後因為他們的Sales 是以前我們的學生 他就有講說 他們就有碰到這個問題 就是其他的公司 真的都幫醫生做這樣子的事情 他們公司不做 然後呢 他去賣藥的時候呢 醫師就問他說 那你可不可以給我 像這樣子的東西 幫我來做這個案子 他說 可是我們公司不許可耶 就問他說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怎麼做生意 好 所以呢 作為一個Sales來講 你該怎麼辦 當然就跟公司說 這個情形該怎麼辦 別人公司講說 我們台灣的文化是像這樣子 結果 滿出我意料的事情 是來自於說是 這家法國的公司 他居然跟那個Sales說 我們不能夠做像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 別人可以做我們不能做 那麼 至於要怎麼打這個東西 我想你是Sales 你會想辦法的 然後呢 當然好 Sales就很委屈 所以 就那個例子來講 我想講的事情是說 的確有某些公司 他們的做法事情是說 盡量不要做出像這樣子的事情 那麼 至於這樣子來講的話 會不會真的有 真的絕對有好處 好 我坦白跟各位講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我們這好處的時間 是要算多久 但至少就個案 就文章裡面來講的時候 這個作者的講法來講 是說 針對他 進行的研究來看的時候 就用長期來講 是會獲利的 他在別的文章 在 Accounting Review的文章當中 他的實證結果 是像這樣子 好 第二個呢 再來繼續說 請你千萬記住 事情是說 你對於每個人來講 必須要秉除掉這種 所謂的ingroup 這樣子的favor的東西 再來 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事情是說 請你必須要在你的組織裡面 確保有一種東西 叫做 whistleblower的制度 這個制度 必須要會發生 那麼什麼叫 whistleblower 這個東西來講 在我們的最後一週當中 我會稍微提一下 以及講一下 以及讓各位看那個影片 知道 什麼叫 whistleblower 以及有時間的話 我會跟各位講一下說 在台灣的 whistleblower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獎賞 你們可以查一下 永豐金 吹哨者 你們也許會知道 會有很大的獎賞喔 好 然後呢 再來呢 很重要的事情是 來自於說 你在找人的時候 你都必須要能夠去記得說 你要把 integrity 這個東西 給列進來項目裡面 以及 你盡量要做到公司的一個 transferency 這樣子的東西 這是作者認為 可以去鼓勵 企業裡面培養 scandal proof 這樣子的文化 好 我幫作者講完了 那我新的問題又出來了 來 請你跳到那邊去 那個投票那邊 作者的意思是像這樣子 就是說這樣子可以建立起一個 具備競爭力 並且可以 可以去避免掉這種 所謂的一個 組織各式各樣的一個 這種醜聞 好 那我新的問題出來了 就你來講 你認為 在台灣的組織裡面 可不可以去使用 到底 作者講的東西 是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被實施的 如果可以被實施的話 請你選一 不可以被實施的話 請你選二 現在開始 可不可以被實施 可以的請你選一 不可以的人請你選二 這有十幾個而已喔 這有十幾個而已喔 加油 快點投一下票 好 點一下 覺得可以的比較多 不可以的比較少 好 有沒有覺得作者講的話 是天方夜談 是 好 就算不是天方夜談 但是太過美好的人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見解 因為我覺得你們現在是碩士班對不對 我一直覺得到碩士的時候 你應該要勇於去 就是你不要只會跟人家講說 這個東西是書上講的 所以就是真的 你要勇於去產生你自己的見解 告訴我說你覺得 什麼東西是錯的 那是你現在該培養的一個氣質了 所以 絕對是不對的人 絕對是有問題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三十九 嗯 考驗我的中文 宣譽在哪邊 宣譽你覺得呢 我這次有沒有唸錯 沒有 喔 中文進步了 好 謝謝 你覺得呢 我覺得 有些可以 有些可以 有些不行 是不是 對 什麼地方你覺得是覺得 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不太容易被實現 你不是有寫作業嗎 有啊 有啊 我要看一下你怎麼能力 好 那宣譽我等一下回來找你 好 品涵 你呢 你呢 哪些地方你覺得 時間起來會有問題 嗯 嗯 嗯 所以你覺得說 OK 所以你多拉出了一個 一種 一個我叫變數的東西 叫做 你覺得該不該所有的人一視同仁 必須要看這個事情的一個嚴重性 那這個嚴重性 那這個嚴重性來講 如果就你的論點來講 是 呃 在什麼情形之下 我可以稍微寬容一下 以及在什麼情形之下 是一個比較不能寬容的情形 如果他做事情會危害到這個公司 那當然不能寬容 OK 所以事情的危害程度的大跟小 那如果小的話呢 就是他個人的欣慰 嗯 嗯 可能不會危害到這個公司 嗯 就是比較一點瑕疵 情緒上的瑕疵 就例如像是說 呃 假設我是一個銀行的 銀行的業務員 然後 呃 我從我客戶的客戶的帳戶裡面 偷轉了一百塊到我的戶頭裡面 那不行 但我現在要問他 就是如果被發現的話 大家會覺得 實質的沒有心 哦 好 那如果我今天跟你說我去 客戶那邊 我去辦訪客戶的時候 我的計程車資是兩百塊 但是我給他報了三百塊 這樣子呢 當然是不行 但是這種情況應該蠻多了吧 那所以到底行還是不行 不行 但是他並不會危害到這個公司 所以你要不要給他寬容 沒有這樣子 就是那一世間 OK 所以 很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來自於說 裡面很多的東西來講 其實可能還有更多的一些複雜的東西要下來 那我就要問一個好奇的事情囉 為什麼你覺得必須要給 就你剛剛說那個行不行那個東西 是一視同仁 只要都犯那個錯誤 只要小錯可以讓你再犯 還是說 直接可以犯小錯的人 必須要是你跟你比較熟的人 跟你比較熟的人 跟別人比較好的人就不行 每個人都不行 OK 如果每個人都不行的話 這就並沒有違背他的意思 他意思的事情是說 你會不會因為這個人跟你的關係 而給予他一些不太一樣的懲罰 而不是在於說是 我是不是有給他不同層次的懲罰 他的主流是像這樣子 軒宇 我們拖完時間了 該你了 就是像是 就是找有誠信的引導人 我覺得就在台灣 我覺得台灣有些產業是 比起國外更有整體的 就是歷史工業 就是整個產業都很 像是實體 就是有時候是整個產業都 大家都在做壞事 那這時候 如果你找 是圖中正跟你們講的嗎 他跟你們自我confess說 我們統一幹過什麼壞事了嗎 統一壞 統一三好一公道耶 三好一公道你沒有聽過嗎 他沒有講這個嗎 三好一公道 應該有吧 統一的最早的字眼就是三好一公道啊 好 所以你覺得統一也有 所以他們就可以做 我覺得統一有 所以如果像這些 歷史工業的公司 這個產業都是這樣玩的話怎麼辦 做的是說可以找其他產業的 但是我覺得 就算這時候找其他產業可能 他也會 就是 因為這個產業就是這樣 所以繼續讓他爛下去 直到有一天我們上報為止 有 我覺得有 所以你覺得這樣會比較好嗎 對 那如果是像這樣子的話 你覺得 怎麼處理他會比較恰當 你應該跟我說 我知道的話我就自己當大老闆 還坐在這邊當學生 好 沒有關係 其實這個部分我們帶 如果有機會 我們個案討論的時候 再把它帶起來這個議題 還有誰呢 我也是想要講 就是因為那個執行長的問題 就是 像因為台灣的中小企業比例很高 那他們任用執行長 就是 或是管理那個人 基本上都是公司裡面的 就是家族裡面的人 那 可能在台灣要使用這點就很困難 而且 要像是在美國找到這種 比如說聲望很好的 高階經理人 其實在台灣也是較困難 一眼被一坨啊 就是 可是 我覺得在美國 他們公司這裡 就是 聲望比較高的執行長 還是 真的站出來 放在這邊你休息的話 真的是 聲望多少多少 但是 在台灣的話 我覺得找到這些人的 難度比較高 好 其實 各位講的都沒有錯啊 例如像你把這些情境 你把它拉到 台灣的中小企業來看的時候 我們這樣子來講好了 是不是 我們都一定要建立起 讓我們公司完全不會有醜聞 其實這個不見得 如果我們就是 我現在講的不是陰然喔 我們講的是實際上面 是不是所有公司都希望這樣子 其實不見得耶 有很多的公司 事實上 公司就是我開的 我就是公司 所以 在我們所學習到的那種 所謂的 所有的人都應該讓公司 常常公共公司 永續經營不斷成長 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其實在台灣很多的食物界來講 他不見得是像這樣子喔 對很多的公司的老闆來講 我今天只是為了 有一個工作可以打發一下 開了這個公司在這邊 那至於說 這邊哪個兄弟今天缺了錢 自己想把我從公司裡面拿出來啊 對他們來講就是常態 所以這些東西 事實上 他不見得適用起 在所有的公司裡面 但是 如果拉回來看的事情是說 如果我今天真的 希望我公司做到 像這樣子一種 Scandal Proof 的話 其實不管我是不是家族企業 我都有很多的東西可以做 因為像剛剛講食品業 我就有知道說 國內某家族企業的大食品公司 裡面的協理就是超級會收錢的 超級會收錢的這個協理來講 還是那個家族的人之一 算是總經理的姑姑 用像這樣子的身份來看他 然後在那邊做採購 在那邊賣東西給他們家的人都知道 你要先把姑姑餵飽 才能夠拿到這個公司的單子 所以這種情形之下 其實很多的東西 其實我們現在講的是 假設說 當公司想做到這種 這種所謂的 Scandal Proof 狀況之下的時候 他可以怎麼做 但我們並不覺得說 所有台灣公司都會這樣做 或者都應該這樣做 我並沒有強調到這個部分 好 那我們到這邊先休息 15分鐘再回來上課好了 謝謝大家